好来到了欢庆八月父亲节 玉里镇公所与玉里老人会 八月二号在老人馆举办了 一百一十二年玉里镇模范父亲 特优里长 机优调节人员 校型楷模社区发展工作评鉴出评获奖社区 表扬继阿公K哥献恩情嘉年华的系列活动 表扬了总共有十七位的模范父亲 欢庆八月父亲节 玉里镇公所与玉里老人会八月二号 在老人馆举办一百一十二年 玉里镇模范父亲 特优里长 机优调节人员 校型楷模 社区发展工作评鉴出评获奖社区 表扬继阿公K哥献恩情嘉年华系列的活动 表扬了总共有十七位的模范父亲 今年就是他们的一年 我相信第一 这个村里长的努力 这个每一个你一样都很好 但是他们都讲说 你今天这一次你攀栽 被狗有到 所以今年还是给你 但是小心 因为十四个里长 他们都磨刀破破 因为怎么样 他们希望说 他们领域里面的表现也很好 你也管在我们是怎样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在资金争又何做的情况之下 四五个礼 不要再让陈里长好不好 今天会推荐代表玉璃镇参加花莲选择 表扬的模范父亲杨金鸣先生 民国五十年出生在花莲玉里 性格勤俭持家脚踏实地 108年7月31号成立了花莲县东台湾记者协会 并且创立台湾籍新闻 东台先锋报到现在 杨先生养育一儿一女 长子从四年级起因为兴趣 就和爸爸一起跑新闻 目前也是一位有实力的肖肖记者 在昌米的杨金鸣爸爸 也是我们代表本政道幸福 表扬的优良模范父亲 杨金鸣先生非常注重孩子们的人格发展 因此孩子们谦虚有礼 待人和气 对家庭奉献尽心尽力 与邻里之间相处融洽 凡是以身作则 用自身的言行教育孩子 凡是能够知足惜福 对村里建设及各项活动 都有热心参与其中 用心的精神 以及负责任的态度 足为表率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